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是资认媒体员黄光琴 大家晚安 请到桃园市议员林涛 娟姐大家好 参与专家徐秦皇 阿光好 大家好 请到台湾智库策略长王毅川 以及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艺善 阿光好 大家好 资认媒体员康然俊 大家好 今天一开始赶快带你来关心的是 徐耀昌跳船了 而且是在撒给不完美震撼退档 苗栗县县长中东警探国民党辜负他 他说帮他的是蔡英文 而且他在脸书上还罗列了侯友宜 四大罪状 那真正跳船的原因压垮他的稻草 其实之前他曾经在公开场合说 下架国民党 使用这种的精神 我们不光要请民进党下架 更要下架国民党 人家都用投票来透析国民党 好 这是压垮徐耀昌的那一根稻草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脸书 在撒给不完美他发了什么脸书呢 文笔真的不错了 他说呢 我们就念后面这一段 因为他罗列了侯友宜四大罪状 到底哪四大罪状 他说国民党在提一个 连党内同志都不认同的人 提一个在韩国瑜选总统的时候 冷眼旁观的人 提一个在白场公投中抛弃国民党的人 提一个窃取党的权利 却不肯付出分毫的人 他说这伤透了基层支持者的心 断送了国民党的前程 阿川 想不到徐耀昌的文笔这么好 对 徐耀昌 这个没错 很文青 昨天晚上睡不着觉 然后就提了一个叫做 同志们让我们就此道别 这句话很熟悉 让我想起24年前 有人讲过一模一样的话 24年前你就已经在 24年前在敦化北路的中泰宾馆 现在没这间了 中泰宾馆有一位写说 同志们 我们在此分手 这是徐主席 告别民进党 迈向总统大选之路 时间是1999年的6月 想不到24年前 阿川就在现场 对 我在现场 当年年纪小 当年年纪小 当年是很悲壮的 当年包括施明德主席也都在现场 大家当时都很悲壮很悲壮 当时写这篇文章的人 根据我的观察 应该就是文倩姐 才能写出这么好的文章 你不会告诉我 好 现在文倩姐在哪里呢 刚刚那一篇也是文倩姐操盘吗 不是听说在郭台铭那里帮忙 听说在郭台铭那里帮忙 因为我看一看 这个徐耀昌应该写不出 同志们我们在此分手 所以这个文青的文章 但是跟这个 徐主席 徐姓朗主席的文章 还是再查一段 因为他到时候很用 很粗陋的 说四个事情 第一说 提了一个这个党内不认同的人 我刚才认识的 第一 韩国瑜选总统 你都没打算 冷眼旁观的人 召唤韩粉 第一 地方派系 第二个是韩国 第三个是公投 公投当时最重要的公投就是反和 就是那个永和的那个公投 最重要的 在扮作堂会 什么扮什么整百张的 虎友宜人一张就没办 一张都没参加 所以当年为了公投拼命的那些 国民党的人 包括黄土条 他们都很不爽的 好 接下来最后一个叫做 窃取党的权利 什么国民党的 你根本不是国民党的 你现在要来做什么国民党 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他在说的就是侯友宜嘛 好 我写的都很赤裸 其实徐耀昌客家人 要把话讲这么重很难 因为客家人生性敦厚 他们不会去说不好听的 因为苗栗政坛是这样 哪有提名叫国民党 没提名叫不动 但是他这文章对账的很好 文笔很好的 对 可是按照徐耀昌 过去我们的印象 可能没得到 所以背后的这个操盘手 按照我这样的比对起来 应该跟24年前 许主席的那个可能同一个人 好 那这一个弄出来之后 因为徐耀昌自己也去参加 国民党的立委出选嘛 就没过嘛 现在 沒關係 徐耀昌这次还在选立委 他如果再动算 动算立委就对了 他也是回到国民党啊 苗栗就是这样啦 中东警 各位知道中东警 用五党级参选的前一刻 他是什么身份吗 他是中国国民党苗栗宪党部主委 最后掛一个纸箱 用一个纸箱 末一个纸箱全身都刮 苗栗宪党部走出来 说好 我要被开除了 我要走了这样 结果当选县长 现在呢 现在要回国民党 转身又搬回去 当然那个是跟他们苗栗长旗啊 这个什么 什么徐耀昌啊 什么刘正宏啊 他整个恩恩怨怨很多 不过 徐耀昌的这件事情一出来之后 直接把地方派系 这些不爽侯友宜的人 四个理由写得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然后就召唤了 接下来不爽侯友宜的人 所以这两天 郭台銘 今天 今天郭台銘的新门 郭台銘回应 郭台銘 一新门话 说一句我刺一个 我在此宣布 从即日起 要成立一个两岸和平基金会 害我刺一个 等一下再讨论 好 我们也来看郭台銘的回应 我也是今天早上 才看到这个 新闻我也很讶异 那我也不方便联络 他现在心情 也不方便联络 但是我要讲 从看他的退党声明 对国民党应该是 爱之深 责之切 我想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另外呢 我要说 我认识的 以前是 他是立法委员 我来当县长 在 很多的投资 包括我们 有企业在那儿投资 觉得说 需要当县长是 一个 有担当 有操守 敢作 敢为 这个 有情有义的 县长 我们听到郭台銘的回应 当然是挺郭派了 对 来看看 徐耀昌的政治实力 以及引发的骨牌效应 对 你看到徐耀昌 再怎么样 他都当过八年的县长 可是大家会好奇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他现在跟中东警 是站在一起的 然后他现在看起来 讲说 要下架民进党 更要下架国民党 他其实就是因为这句话呢 国民党看起来就是要对他 进行党纪的处分嘛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徐耀昌就告诉你 我自己先主动退党 那我先分两个部分来讲 第一个我认为 他这个动作 比较像是安排好的动作 在这个时候 等于说 趁侯友宜的民调 要往上的时候 做整理的时候 直接给他当头棒喝 一棒下去 让侯宜的民调很难再往上 这是第一个要讲 第二个 来我们要讲 徐耀昌的行为 其实跟在国民党内 在苗栗的地方恩怨 是有关系的啦 你现在看他跟中东警 妈吉妈吉的 你知道他去年一开始 要支持的县长的候选人 不是中东警你知道吗 而且从哪边看得出来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之前苗栗政坛上面 传的一个联署推荐书 这个联署推荐书 你知道推荐是谁吗 是中东警吗 不是喔 下面有徐耀昌大大的签名 推荐的人是谁 推荐的是苗栗 之前国民党推出来的 县长候选人叫谢福宏 所以这个联署推荐书呢 是你看喔 五等建议 共推前水利会长谢福宏 代表本党参选 下届苗栗县长 那这个推荐书的内容 姑且先不讲他的内容 你只看下面三个签名 第一个签名看到连署人 陈超明 现任立法委员 下面你看到这个 这个是徐志荣 也是现任立法委员 三线海线的立委 再加上县长一起推荐他 这个是去年国民党 在苗栗的状况 可是 后来为什么出了状况 后来出了一个很有趣的状况 两个转折 哪两个转折 第一个是中东警坚持要选 第二个呢 谢福宏呢 当时你知道苗栗其实是流派跟黄派 两个派系 那就这两个派系呢 这个谢福宏当时呢 为了要选县长 所以呢 跑去接近徐耀昌 徐耀昌是黄派的 那谢福宏是流派的 结果这件事情两个转折 第一个转折就是 引起前县长刘正宏非常的不爽 所以当时前县长刘正宏呢 还放话说他要参选 还办了一个民调 当时在苗栗还有很多人呢 真的接到刘正宏的民调电话 以为他真的要选 然后第一个转折就是 他要吓下这个谢福宏 那第二个转折是 当中东景真的要选之后呢 后面出现的状况是 本来国民党要推 朱立伦那时候要推的是 徐志荣 就变成徐志荣呢 就传出来就不敢再选下去 而且那个时候呢 朱立伦特别 跟秘书长黄建宁 特别到苗栗去 那你知道到苗栗去发生什么事情吗 那时候有个转折是 他们到苗栗去之后呢 就去问这个徐耀昌 问他说 中东景之前呢 这个杀人的这个事情呢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结果呢 那个时候徐耀昌呢 就真的把这件事情呢 他就跟朱立伦说 当然是真的啊 结果朱立伦听了之后呢 后来他就坚持 说中东景呢 就是因为有这个问题 所以不愿意提名他 结果你知道 徐耀昌为了这件事情 得罪了这个中东景 中东景一开始为了这件事 还找徐耀昌破口大骂 所以两个不是像你现在看到 一开始 现在有看到这么麻烦的状况 那后来呢 我们看到最戏剧化的变化就是 国民党去年的苗栗选举呢 打成一团 什么叫打成一团 这个黄派的这个傅学棚 然后跟刘派的刘正宏呢 力挺国民党的候选人谢福宏 但是呢 徐耀昌 跟另外一位是刘派的立委 陈超明 两个呢 跑去支持中东景 这个戏剧的转折呢 俨然在国民党的地方 出现了很奇特的分裂的状况 那结果这个分裂的状况 一走下去的结果是什么 是走下去的结果 看到中东景拿到超高票 谢福宏只有拿到三万多票 在这个之后呢 你看到一件事情哦 当时苗栗的状况是 有23个议员都变成是无党籍 苗栗有几席那个议员你知道吗 38席的议员 有23席都是无党籍 所以人家开玩笑说 现在苗栗的流派黄派 没有了啦 现在叫做中派啦 就中东景一统天下那一派啦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徐耀昌现在有那个底气出来 告诉你说 好我们现在不要民进党 但我们也不要国民党 为什么 因为现在在苗栗来讲 最大党叫做中东景 好 徐耀昌的实力不可小觑 是 我要讲的是说苗栗线 你不能看政党政治 而是要看派系政治 他们本来有三个派系 然后刚好两个立委 一个县长 刚好大家轮流坐就对了 那就是一个流派 黄派分大黄派跟小黄派 那所谓的 徐耀昌是所谓的小黄派 那徐志荣是所谓的老黄派 那刚才讲的 谢福宏跟陈超明 那属于流派 那但是呢 陈超明本来应该是流洪执政 轮流执政做这个县长啊 本来徐耀昌下来之后 应该换陈超明 不要忘记陈超明 卡了一个叫做收工案嘛 那收工案他变成不能选的时候 所以才叫所谓的谢福宏出来选 流派推了所谓的谢福宏出来选 但是谢福宏的实力实在是不济嘛 中东景后来造势 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关键人物 叫民众党的柯文哲 把西瓜刀跟首都刀合在一起 因为柯文哲在那个时候 是有所谓的年轻票的实力的 中东景整个在年轻人的 被柯文哲所洗白 所以他变成是说 所有的中间选民或游离选票 就会往中东景这边靠 所以变成中东景成为 在一个苗栗 没有任何派系的情况下 当选市长 所以他变成一统天下 因为我拥有了柯文哲的这个支持 之后 我在整合所谓的派系里面的不合 所以中东景打破了长期以来 苗栗县的所谓的派系轮正的一个传统之后 现在局整个乱掉了 因为陈昌明当然陈昌明 刘派要选立委 但是本来 徐耀昌是要选立委 县长下来就要接这个立委 这个三线立委 这个席制 但是因为又被所谓的 邱正军 他们属于老黄派的卡掉 卡掉之后 他变成没有办法选这个立委 所以他这一局的辞职 我觉得除了帮郭台铭之外 他们要复制过上一届 所谓的四个候选人 四个候选人 刚好国民党一个 民进党一个 五党籍一个 然后再加上时代力量一个 那这个四个候选人的局势 在五党籍当选的情况下 在总统大选的局势 是有可能在苗栗县在复制 至少在苗栗县里面 五党籍有可能拿到最高票 所以徐耀昌为了自己的立委 我觉得我个人认为 他退出国民党之后 他有百分之七十的机会 去参选这一席的立委 因为国民党在所谓的苗栗 几乎有七成的选票 只要泛兰军 我们讲的泛兰军 五党籍加上国民党 大概有七成选票 民进党在那边 这大概就三成 大概就怎么拿 就拿三成而已 所以只要 徐耀昌在声势上 赢过这个邱正军 他就有可能当选这席立委 所以我觉得 徐耀昌除了是为了总统 为了郭台铭考量之外 还为了自己的立委选举在做考量 而且我补充一下 补充两件事情就好 第一个 国民党在三线脱颖而出 就打败徐耀昌 那个叫邱正军 邱正军去年是很认真的帮谢夫侯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想想看 你站到谢夫侯那一边 那当然你对中东景 你可能就不是那么 跟你那么友好 所以等于说 徐耀昌这时候紧抓的中东景 其实是有原因的 第二个在苗栗 你看徐耀昌写的诉求里面 你要知道苗栗是个 就是国民党的组织 其实算很发达的地方 但是那个国民党组织 是跟派系绑在一起 所以公投在动员的时候 苗栗是很认真的动员 但苗栗在最认真动员 在冲公投的人是谁 是中东景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 徐耀昌这个贴文 脸书贴文一出来之后 要直挑公投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会会唤起 在苗栗这边党员的共鸣 所以关键就是 那中东景的态度呢 那我们再来谈 到底会有多少条倒戈 刚刚除了徐耀昌之外 我们来谈谈洪春迁 因为洪春迁过去 蓝绿白都交好 但是一般人认为 他是比较偏向蓝的 那这一次呢 态度蛮暧昧的 这一次是因为 他见了郭台铭嘛 那我们就讲说 如果政坛上 要No.1 跟洪春迁最熟的 就是吴敦一 真的 就是吴敦一 甚至马英九 当时候选举的时候 甚至党内初选 党主席初选的时候 某种程度 洪春迁都扮演重要角色 我们要先讲一下 洪春迁是谁 洪春迁就是 他其实是做 房地产起家的 那近几年呢 是做大台北区的 这个所谓的都更 尤其他着重是 围绕都更 围绕建筑 那他在这个身价上面 有人讲说 号称百亿 可是你知道吗 他给 洪春迁不是跌倒一次吗 是 他跌 洪春迁跌倒三次 跌倒再站起来 跌倒再站起来 所以号称百亿身价 那就政治官普来讲的话 他这个人很阿沙利 大家会找他 可是他不分 蓝 绿 白 那就总统位阶的话 他很挺蔡英文 那是在过去 那这一次 过去 其实他一直以来都是 蓝 绿 白 他都跳来跳去 就是说 有谁找他 譬如说总统大选的 我分像朱绿仁那次 也找他 他也支持 2014年 柯P一句话 他就挺了 可是后来 连胜文选前一个月 他也帮他帮了 一直扶不起来 一直好像觉得要输了 他一句话 洪春迁又帮他 那你看 那2019是值得注意的 就是那时候 郭董不是初选败落了吗 那他就开始搞第三势力 结果当时的党主席 吴敦毅 当然是想要见郭董一面 那他就中间就 透过一个洪春迁牵线 你就知道说郭台铭 认识洪春迁 不会是现在 不是是现在才认识 因为一定是有够熟 所以他们已经有很久的交情 所以找一个中间人 就洪春迁 两边都可以接头 所以才把吴敦毅 带到去见了郭董 那时候谈两件事 当然是一个 你落选了 是不是可以支持 2020的总统 国民党提名的 这个韩国瑜 这个最重要的 还有另外一个 吴敦毅是帮谁 请相呢 说相呢 帮林金杰 前阵子才是新闻人物 他劝郭董 不要支持李静宁 可是郭董那时候也蛮狠的 就是他那时候是 政治拔潮 他就说 我判定 我就算不支持李静宁 林金杰也不会赢 你会觉得说 四年前林金杰也是挺郭的 真的 他还常常 杨智德书 他坐过这个 郭董的私人飞机 那时候迎妈祖的时候 怎么样两个在一起 可是真的 短兵相接的时候 郭董他出走的话 他挺李静宁 就李静宁 就是都不回头的 所以一出来 吴敦宁是 等于说 没有满载而归 就算了 他空手而回 那宏春谦呢 在这个 政治先经方面 我跟你讲 这个可以体现 他蓝绿白 他都有益注 譬如说绿营的话 苏巧慧 林淑芬 江永昌 许舒娃 他有政治先经 就是有一年的政治先经 他都有帮忙 有帮忙 另外 国民党这边 罗明才 林毅化 然后你说 民众党当时 他支持徐立信 你就知道说 他语入均沾 也可以展现 他在政治上的实力 事实上 他在政治上的实力 不仅只是因为 他好严 不只是只是因为 他是一个商人 最重要的是 他背后有彰化同乡会 我们过去经常说 得彰化得天下 彰化同乡会 在台湾可以撼动 一百万票 所以像这种 同乡会的组织 每次到选举的时候 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去喊 你看像彰化同乡 云林同乡会 那都很大 对 而且再来就是说 这些人都团结 为什么他们都主打 是出外人 所以你能够做到 同乡会以上 你觉得同乡会里面 没有派系吗 其实一样是有的 所以每一次到选战的时候 为什么这些人都愿意 这就是为什么 以洪春间的状况来讲 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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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牌点出 他之所以能够成功的那一点 就是他不会只跟你讲说 我只高薪压保压一边 如果只压一边 我跟你讲 这个政党轮替台湾 是非常非常快 那这一次洪春间压谁 还看不出来 我认为第一个 我不认为他在这个阶段 要去表态去压谁 因为比如说那一天 这个媒体是讲说 他们有拍到说 有密会一小时 就是跟郭台铭 对 那跟郭台铭 这个密会里面 包含他说拍到旁边 有一个 来 密会的照片 关琳姐给大家看一下 好吗 密会这张 来 这张照片是 他其实蛮低调的 只有选举的时候 你看这个曝光就曝光了 密会了一小时 但是旁边那个叫卢嘉诚 就是画面 卢嘉诚在这里 对对对 对对对 卢嘉诚在旁边这样子 然后郭台铭 洪春签 那其实因为刚刚刚 关琳姐已经讲 他们之前其实本来就有交情 所以现在看起来 郭台铭跟洪春之间 洪春之间之间 我认为不是那么简单 说只有会面而已 因为你记不记得 当时郭台铭曾经喊过 说要做社会宅 他那时候喊说 我希望能够在台 而且就在哪里 在土城嘛 他就喊说我要做社会宅 而且他直接点名就是说 他已经获得了 有副集团董事长 叫做洪春签的支持 答应说能够希望 什么 公则有其物 可以便宜买新房嘛 所以我认为现在 大家一定会认为说 郭台铭现在走的这一些 可能不是只有政界的人士 因为你其中的政见 大家会觉得说 你有没有那个实行的可能性嘛 我觉得郭台铭 一步一步的 在告诉大家讲说 我不是只是 把头发生这样 我只是要选去 我就要跟你拼 没有喔 我有这个所谓的政界 我甚至连商界 甚至连建筑业 我基本上都有好朋友 站我身边 这都是在为联署做准备吗 对 其实联署 他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大工程 像吴坤毓陪同过宋楚瑜 他拼过两次的联署 他说那个美感很多 2000年跟2012年 2000年老宋喊百万 但拿到94万9千多联署书 那这一次郭台铭也是喊百万 老宋他也是喊 但是他元气削弱了 他只拿到44万 那这一次郭董因为老宋 过去喊百万 他也知道联署的美感 就是你要喊高 你的气质才会冲起来 他联署看似是说 是书样文章 可是事实上他是造势 造势的一种 45天就密集要造势 所以在吴坤毓的描述之下 你知道那个多繁复 因为你要把我们常讲说 你要把身家性命都交付 因为现在有个资 可是他粘贴身份证 然后他的地址 要写得非常清楚 你漏一项都不行 甚至中选会地方选委会 他是挑的连兼具都 你兼具 没有按照他的规格 也不行 那金车如果是同一支笔 同一个笔记 很多张也不行 那就是做假的 那就是同一个人 在那边一直写一写 那个被剔除 叫被剔除 那个也会被剔除 而且你要怕下雨 你要50份装册 那你某种程度 你要装疯 装疯你要送交 送交选委会剔除的 那个量是非常大的 这不行那不行 所以你通常28 9万份 你至少 我觉得33万份 至少要有 而且你看各地展开 那个就是 我还记得 老宋2012年的时候 他连那个橘色 做房仲的 以那个为主 因为房仲不是 他各地都有摊头宝吗 所以他以分公司 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 房地产公司 房仲公司 他就以那个为据点 你要找一个什么什么房屋 那一线就开展了 所以这次 就洪建议爆料 说郭董已经准备好 800支传承机 我说那可能是 打字机 打印机 那可能是一个地方 或是几个地方的 或是说 那个都是不在话下 我跟大家用个服务员 大家想了解这个郭董 他的跟地方势力的结合 他在517之前一个月 他不是内初选 就当初选在打 那时候他对于地方人士 其实他最早是以 五党联盟 他跟林炳坤 这五党联盟 就长期是他所支持的 一个团体 然后他跟五党联盟熟 跟其他地方 自己都不熟 他连陈玉珍 当时候都不认识 陈玉珍是透过 他弟弟郭台强的 建言会 他是创办人 然后这样子拉 建言会有几个 你说像那个南部的 有一些前立委 他们也是建言会里面的成员 会员 这样一个拉一个 那何况是地方势力 当地方势力 做一个这个可能 可能落跑再回来的 哇他们父子两个都吓得 就是说 哎呦 这个就一时没有办法接受 可是你知道台湾的大选 你不管是李登辉时代 一直到宋楚瑜 尤其宋楚瑜他后来要再选的时候 他只有跟这些地方势力结合 过去他曾经帮过的 那所以后来我就跳街道以现在为主 你知道那个两对妇女从来没有离开过 吴光迅跟吴怡丁 吴怡丁还是不分区 那时候他们不是517之前 他们那是要联署嘛 那这是他们父子 最近的一场高雄 第一场 517之前 郭董他找他的那个老熟事的杨秋心 可是现在他没有找杨秋心 这次谁帮他撑那个高雄场 吴光迅 这次是吴光迅 而且他们如果参一个厂 他要找那个农业会系统 农业会系统 是 他们也要找白派 那后来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吴光迅妇女 还有这个周点润妇女 但是注意 南投那个议长 何胜中最早退党了 然后你就看 刚刚讲的脏话有谢点玲 谢点玲是两方在拉锯 他不是一度说我不支持郭董的 本来他现在又说支持他连赎了 因为他一脱党 连胜文 他们有个联盟 他就去找他 后来他接受访问说 他不支持郭的独立参与 后来郭又去找他 他又被拉回来 那一个云林同乡会 这加上红签村 红签村的彰化同乡会 你知道云林同乡会 他是不分蓝绿在邀请 有的人没去 有的人有去 85桌那个阵仗很大 那你再看台东还一个吴俊丽 高雄我刚刚讲吴光旬 你要想说台南他没人吗 台南有李全教 这些都没有曝光的 所以他还有很多 很多地方 鸭子滑雪的地方 因为你要在联署 你一定是遍地开花 你每个县市你都要展开 那另外他除了这个联署之外 他未来后援会 8月30 8月底要登场了 邱一要站上去 邱一已经booking好 邱一啊 他已经booking好后援会 后援会他要当肇事现场 在讲 有开讲 他未来可能还要做户外开讲 所以并不只说 联署这个摊位而已 那未来可能是片力开花 就差说他选择几号宣布参选 好 这红春签还有另外一个意义 红春签他不只是彰化同乡会的 这个大佬 他的总部在土层 所以刚才讲到跟林津杰 跟卢家臣这些很熟 可是重点背后是什么 是全台湾的宫庙系统 他基本上云林的宫庙系统 你看郭台铭他从去巴德的宵里 这后面也是云林的宫庙系统 然后呢他今天去这个金门 然后跟着红春签 后面全部都是全台湾的宫庙系统 接下来这个宫庙系统 绝对是这连署很大的力量 可是我觉得啦 从刚才的许耀昌到现在的郭台铭 都有让人家感觉 好像过去有一点不得已 现在想翻桌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徐耀昌你看得出来 他五月是跟邱振军选立委 结果呢 他在初选结束了 输了 他在脸书自己写了 他说他的三十年时代过去了 基本上现在都是世代交替 要给年轻人 所以他非常祝福邱振军 而且全力支持 可是现在又传出他要选立委 这样让他感觉 你好像这是私怨 你这好像你这四大点 人家今天也没说他要选立委 是要救的 我们地脑补的 这四点看起来就是对着国民党去嘛 所以你过去当了国民党这么多的现场 跟国民党的整个的这么长期 然后有这么多的资源在你身上 结果呢 你出来就是往国民党身上靠 然后你五月才参加国民党立委初选 那郭台民党上 林昂 我觉得 你一讲话大家都举牌 你很有群众效应 不是 因为我真的觉得 就是说 他刚才说话都没人摇摆了 你一讲话大家都摇摆了 他可以表达他的意见 但是我们觉得就是说 你如果因为前面才刚经过五月的初选 而且是落败的 会让人家感觉 你是为了大局着想 为了我们苗栗的这个宪明着想 为了台湾人民着想 还是你在把五月的怨气表达出来 他说这是苏集恩惠怨 徐耀昌的脸书 人家从来没有写五月怎么样 没有发生这件事情 这是外界在讨论 所以不可以拿来 变成是国民党来质疑的这个 好 如果你今天真要讲的话 我们回来看徐耀昌的脸书 他怎么写 他第一点是不是提到 那个刘正宏 他其实提到那件事情 是过去他们在地方上面 那个很大的痛 因为很简单 为了一个掩埋场的市云案 刘正宏带人 去抗议徐耀昌 那个是地方上面 长期以来的问题 他为什么去讲说 国民党在这件事情上面 基本上没有站在徐耀昌这边 连今天中东警就跳出来讲说 你一定喊穷 他之前徐耀昌去接 刘正宏那个摊子的时候 他是怎么批评苗栗的财政的 国民党现在 我觉得就是刚刚那个论述 不要把它变成说 把它小到说 因为他五月份的时候要选 没选上 现在在侠院 所以过来讲这些 我讲一下 没有必要嘛 这苗栗我刚刚没讲到 就是说 我认为 徐耀昌应该是中东警牵线 因为从517到现在为止 中东警都没有离开 但是徐耀昌那个东西 之所以 我觉得会动摇党本的原因是 他打入人心 他打入人心 他不是就是文笔真的很好 文笔我觉得 他的意思在里面 但是我也认为背后真的是有一个文笔在操刀 因为他自自俱俱 那个文笔真的好到比我还好 他写的 我们来讲 从今天起 我会把党旗收进我内心最深的抽屁 这写得多文青啊 同志们 让我们就此道别 我跟你讲 我觉得是国民党自己没有收拾的一个烂摊子 因为中东警那时候他参选 他们朱立伦派了秘书长黄建廷去 这我好几条线都double check 中东警把黄建廷赶出来 入骂三字鸡 差点要动手打他 就是说你自己提名了一个 谢府红这不得到 中东警你又摆不平 然后当初刀下留人 当初就要开除这个徐耀昌 那时候是朱立伦喊刀下留人 那你现在怎样 他的这个文字里面 有任何一个出现一个割窝锅没有 他虽然那天 割窝锅 他那天有站到锅的那个厂子 可是他讲的四点 他有哪一点说他挺锅 没有 他刀刀剑骨是说他反猴 而反猴这四点 引起很大的共鸣 所以我说他这篇文章下去以后 不要看他个人下一步怎么样 这要看国民党侯仪还选得下去吗 很多人说郭台铭 今天是七戏不能提分手 他在过了紫时之后提分手 郭台铭很多人在问 为什么迟迟不宣布 因为他要进行联署之前 一定要在地方派系做整合 一旦宣布之后很多蓝的小鸡 恐怕得被迫表态 所以他在联署这件事 确实下了苦心 而且现在是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了吧 郭台铭如果要宣布参选 他一定要全部都弄好 所有的地方派系都要一次 所以很多人说 什么不可以宣布 什么不可以宣布 他一定要穿好生才宣布 而且你要一次现身 你不能分阶段 分阶段大家的事过 我担心 一定要一级必中 对然后就是 大家都更好 一二三一八七 然后比如说 脸书全部一起贴 然后全部的这个点 韩棒中卦 没有这样搞 搞不起来 起始要做出来 刚刚讲那个洪春天 洪春天他是彰化同乡尾 重点在 他的这个涉足的范围 是在双北 他的重点是一种化 因为近前 大家都说 郭台铭仍然有重贯线 仍然对台中伊南才有势力 双北没得到 对不对 现在双北还是洪春天挺他 双北他也有双 双北两大同乡 就是说新北 我讲新北 侯友宜大北 两大同乡会 一个是云林 一个是彰化 云林人最多 彰化最好处 就是这样 中台湾好处 人都对中华出身 都住在台中 台中的七市里 都住在中华人 因为中华有水五金 他们那种中小企业那种 五金的产业很多 那整个跑车 都中华人 要够轮胎产业 没有错 这些人现在跑来台北 打拼的时候 洪春天他是在双北 做这个营建业 做建设公司 然后做都庚 所以刚刚刚刚银姐提到 政治现金的 我驾富的人 基本上 驾他的开发案的位置 都有关系 就跟 他驾富 不会乱驾富 比如说 我一金三万里 我没有建设我驾富 金三万里 要做什么 我驾富淡水 我驾富新店 因为新店 很多开发案 就是说 这一些他们都很精准 然后呢 所有要参选的立委 议员的候选人 大家都够减 红党会在召哪有可能没去 红党会在召吃饭 今天什么人 什么人好 小英总统要叫红党会记民 请红党会来 大家也要对 什么都要对 对也够减 有什么 所以对这些生意人来说 他们什么时候挺什么样的人 都不一定 他们这种会没劲动 没劲动 很多建商都是一样 就说 这个比如说 我现在有很多房子 我有很多房子 然后一叫200平板工室 就要来跟我租 来跟我租 好好照理 管理什么 反正就人人好 就有些是 这个空间 有些是 这个空间 各式各样都有 所以像 红春坚 红董这种人 他可以到三天的 就是一些政治现金 还有他的人脉 但是他的人脉 基本上就是在 双北这个地方的 这种所谓的 彰化 同乡会的这个系统 同乡会也很趣 同乡会 每次选举的时候 蓝绿都会去找同乡会 可是每次站在蓝绿 旁边的人都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是挺绿色的 所以现在 宪政的这个类型 绿色的背 可是这个蓝色的 要不要 这个有彰化同乡会支持 要 所以这个蓝色的 这个彰化同乡会 站在这个蓝色候选人 旁边的是谁 就前任理事长 所以那个蓝绿都是 彰化同乡会 力挺侯友宜 彰化同乡会 力挺赖清德 彰化同乡会 力挺郭台铭 而且站在旁边的 都是理事长 因为他们都 曾经担任过理事长 这样全部都没得适 这是同乡会 跟这一个 所谓的这种建商 他们在台湾的政治上 为嫁富质 为有人 所以这些大家就是 我知这郭台铭 如果这几天真的要宣布的话 他一定要一次亮相 他不能分批 分批绝对会出事 就没人感觉 他那个实力 鬼绝多变的这场大选 当然还是要来解解 最新民调 馆长说民调不可信 特别他指明 美丽岛民调是用买的 真的如此吗 美丽岛电子报 美丽岛电子报 不好意思 你们看到美丽岛电子报 就叫做 收新台币电子报 谁的新台币多 谁的民调都做得非常美丽 有给钱的就做得非常美丽 美丽岛电子报 整天 乱骂 一下子挺 一下子骂 这个我们这个郭爸爸 给他办了之后呢 又有点挺郭爸爸 这个就 不会做生意啦 没什么本事也当不了官 配合演出嘛 整天上真正的节目 做做假民调 帮谁办办节目站站台 生活过得比谁都舒服 好 馆长的商量 我们得逼掉很多啦 所以原文请观众朋友 自己到网路上去看 但他讲到的重点是 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不可信 那是用新台币买的 我在想吴子嘉应该会告他 但我们回来讲民调 到底民调的美丽岛怎么看 大概这几天应该陆陆续续 会有民调再出来 因为很简单嘛 822 823嘛 郭台铭又走去金问 说他还要重大事情宣布 我认为接下来就开始会有啦 但现在民调一般是这样 一般过去都是做四话 但现在一般传统的民调 大概会做四话一半 手机一半 还有一种就是网路民调 那网路民调有时候 大家会认为说验证上面 可能还有他年龄逐渠 可能会有一些状况 那ET Today的民调呢 最新出来的数字 赖清德35.4 侯友宜25.6 超越了柯文哲的24.2 这是网路民调 这个25.6跟24.2 基本上我们还是认为说 没有差别太多啦 可是对国民党的林涛立刻 但是对国民党而言 那是非常兴奋的 所以林涛立刻头就抬起来了嘛 你看他坐那边 站起来再举一个圈嘛 就你看得起来 就是说这个数字上面的消涨 当然对侯友宜来讲会 对国民党来讲 会是一个强心争 为什么 因为老实讲 以前柯文哲跟侯友宜 在民调的差距是有的 我现在讲的不是 怎么二三名之争 而是第二名跟第三名之间的落差 所以现在他们卷麻花 对 因为之前大概在 7个百分点上下 你如果从这个民调 现在来看起来 而且你看刚刚馆长 为什么骂成那个样子 因为在美丽岛 电子报公布的民调 是侯友宜已经赢过柯文哲 柯文哲掉到最后拔掉了 所以我认为就是民调 这个ETT的也是侯友宜赢柯文哲 我不知道他会去美工 是有什么 去什么 美丽还是没有美丽 这个他要有证据 不过看起来馆长经常 就是我就没进去 但我认为就是这样 那这个其实回来看就是说 看起来柯文哲 在这一段时间 尤其在办了什么演唱会 办了游行之后 确实有很多的民调 会开始呈现这样的一个数字 是柯文哲不再是 所谓的非律里面的 No.1了 不再是非律共主 对 那这里面其实当然 不会单纯只从数字上面来看 因为大家看民调 一定要回来看 看趋势 还有看交叉分析 因为他有一个细部的 这个民调进来看 那你刚刚提到说 像这个所谓的趋势来讲 先讲 那这个是趋势 这个是ET Today的趋势 那你看 其实制作单位很用心 就把它做起来 就是2022年开始 一直做到2023年的8月 虽然他有一个时间 上的一个长度 可是我刚刚讲 比如说他每隔几个月 就做一次 但最少他是有固定在做 他其实要强调的是这一点 那你可以看得到 其实从一开始 侯友宜的这个整个的声势 你看在2022年11月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总统大选 还没有起跑 我认为要看什么地方 你知道 要看2023年的3月 3月 因为那时候国民党 开始进入讨论 要到初选的阶段 有没有 可是你可以看到 侯友宜在那个阶段 是27.6 到一直到后面 这个起起伏伏 回到了最近的 这个时间点是 2023年的8月的 这个时间点 8月是25.6 对 那你可以看到 其实老实讲 你如果真的从这个 平盘线来看的时候 其实侯友宜基本上 比较像是平盘 他没有太大幅度的起伏 你会说中间有一个 什么24.3 因为那个郭台铭的 因素我认为会有影响到 可是你真正看到 在这几个大的起伏点 其实是柯文哲大 起伏很大 那这个起伏很大 柯文哲从16.9 已经飙到28.8 现在再次出现回档 而且从16.9 飙到28.8的 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看 从3月到7月 柯文哲有做了些什么事 就实质上 但跟柯文哲有正相关的事情 其实没有太多 但他民调却一直往上走 所以这里面就会 大家会回来看说 他往上走 走到28.8了 是不是他的基本盘 大幅度的增加 还是这里面只是因为 可能对于很多事情 不满不爽 或者是找一个情绪宣泄出口的人 我往他那边靠 但是如果他后来开始有一些 比如说国民党的问题解决了 或谁谁谁的问题解决了 郭台铭确定要选 人家支持者回流之后 那柯文哲的民调往下掉 就会变成是一种可能性 民调数字不只影响到 参选人未来的气势 也影响到 到底合纵连横 蓝白河可不可能 所以我们也来听一下 柯文哲针对蓝白河 他的说法是 5.5组候选人 怎么整合 我怎么算都没有5.5组 所以我们来听听柯文哲 到底怎么算出5.5组人 其实柯文哲应该再加一组人 这一组人就是阿公 大家大选阿公一定会参加 所以我们也来谈一下阿公 又出手了 因为阿公从军演到 X5要终止到今天 轮到芒果了 而且蛮有意思的是 昨天宣布 昨天就开始 也就是说 即日起就不买台湾芒果了 所以我们现在马上为您连线 访聊的果农张静玉来谈谈 阿公不买我们的芒果 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静玉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各位老弟大家好 好 静玉 阿公用一个理由 我是比较看不到 因为蛮外行的 他说我们的芒果有一种虫 那种虫 这个名字蛮长的叫做 太平洋屯文粉戒壳虫 太平洋屯文粉戒壳虫 静玉这是什么样的虫 真的出现在我们的芒果上吗 它就是一个白白的东西 那它 这是芒果 新鲜的芒果 它平常就是 台湾的很多水果里面 都会有躲藏这种害虫 那当然我们会有清洗的效果 那一般俗话来讲 我们这就是骨形的一种 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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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顶多呢 它在树上的时候 顶多就是可能是卡在这边 或者卡在这个地头 那在我们包装的时候 我们就会整理这一部分 既然你把芒果拿着更高 不然我们观众朋友 竟然看不见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芒果很平滑 不太可能会有这个虫 对不对 不会在附着上面 更何况我们要外销包装的 一定是非常严谨 那除非是说在这个空间隙里面 躲在我们的储运包材里面的 那有可能因为我们包装的厂区 可能都是芒果园区 那有可能这样子 包材上面那个不小心就在里面了 这个是我们比较保守的计算 可能存在的方式 至于你是说这么光滑的表面 我们还要清洗还要吹风 我们怎么可能会让这种东西过去 再加上出口的时候 包括上市的时候 我们这一段都一定是截掉的 你说要躲这个粉戒壳虫 实在是也蛮难的 那你说这个凤梨 那凤梨就有可能会 这种东西的话 我们就拿喷枪喷得很干净 你说以芒果这种东西 你现在跟我讲说 你要挺我们台湾的芒果 书中 那我倒觉得是说 他以前说的 我们自己心里比较有盘算 如果以前说 我们早有盘算 我们的因应措施一定会 比较完善 那也可以减少我们到时候囤货的压力 但是因为靖云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芒果季的尾声了 影响应该没大吧 当然不大 但是我们必须要为明年而做准备 不能说这段期间我们 生产端跟政府单位毫无作为 这是不对的 那谢谢他很早跟我们讲 他说了 扎西扎朝鲜 那我们可以因应的措施 当然就是很多种 农民自己就会有所判断 他就知道要怎么样区分他的产能 明年这个措施可能会变变变 因为今年看起来是为了2024的大选 但我问一下靖云 当然当然 我们出口台料其实不够多对不对 其实不太多 主要是不是日本和韩国 我们现在出口是不是以日本韩国为主 当然啊 当然当然 那这样还会担心影响到 我们的外销价格或者内销价格吗 因为在今天媒体有特别谈到说 那是台料没外出 这会有可能变内销 内销就会影响到明年芒果的价格 有这个可能吗 我觉得这个分为两部分 一个是官部应该要处理的 还有一部分是贸易商 我们还有一部分是我们农民自己 就简单的讲 你明明知道 他已经不收了 那我们知道 我们自己的国品 就应该要自己 不要让劣币再上了市场 那当然在五六月份的时候 台湾的蔬果市场上面的替代性水果 也非常多 那我们就自己必须要 自己要知道是说 如果我不好的国品 我不要采 我甚至蔬果把品质的优化 提高到它的量化更多一点 先直化再来讨论量化的销售 我想这方面政府跟贸易商 他能够帮忙的地方 也定相对会比较多 好因为我们现场 有很多专家在现场 所以大家来讲一下 因为农民工 农民讲的比我们农委会讲的还好 先直化再量化 说得很好 所以我们来谈一下 阿公又用这一步 每次都是要算计的 是什么私募于外 不然水果 流 之前是 释迦 释迦 反正每一次都用同一招 对啦 阿公都锁定台湾有名的东西 比如说帮山 帮料的山額 全台湾 全台湾的山額最早出来就是帮山帮料 就是那个平东南台湾要去墾丁的露林 最近最近就有高雄的酒班 酒班 几年前就是台南的山額 来就是台湾的凤梨市家 这都是台湾人很爱吃的东西 台湾人不是说这不爱吃 都要出口 不是 爱出口去的 你像那山額 我一直到去日本回来 你知道山額现在是日本 很久没多贵 我们台湾的山額 我们台湾的山額 为什么 因为台湾的山額 不去日本的品质都很好 价值都很高 所以比不去台湾的冠军 这个山額在日本 超市 只能买到 大概一千块的日币 台湾两百多块 一粒票 一粒 你看我们去日本 吃他们的哈密瓜 他们的葡萄 吃得很燙 台湾这么贵 这就是进出口 可是我们卖去大陆 卖去中国的山額 其实量不多 而且卖去的单价 跟卖去日本韩国差很多 那个价格很低 不过这一次 因为他这样子弄 他其实就锁定南台湾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 这一个农产品 对这个 芬林 嘉宜 台南 高雄 冰冬到台湾 台湾因为上面就做 做一个公务 劳沁凌 就说 劳沁凌去共 所以凤梨四驾可以进口 现在这个许淑华 许淑华 现在说在台湾的事情 因为南澳都台湾 所以他各个去急迫 想要去影响 我们 就是说影响这执政党 是屏東 高雄 台南 加其这些票 不好意思 我们这些农民叫虚民 风太来 老天爷要把我们創地 都堵不过了 哪有可能 阿姜阿姆这个堵不过 对不对 大家都很巴掌 不过大家感觉这个 这个指摇说得很对 就是说我们的纸 如果提升 不去白的国家 如果不太跪 记者比较好 我们也不一定 不去台湾 大家也希望 不去太跪的国家 这件事情 对农业部 对陈吉仲来说 我们现在输往中国的 所有的农鱼产品 都一定要预警 就是说 如果这堂塑起来 这堂封锁起来 我们的农鱼 我们的配套是什么 要塑起来一个地方 还是国家要自己吃 这都要分析